看其他消息 由美國總統拜登所主持的 第一次的民主峰會 今天起行是含著一百多的國家來實行 不過巴基斯坦是臨時退出 中國官方媒體認為這點峰會 基本就是美國用結面 來對抗中國的手段 在這年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 希望讓人生命救 在全世界獨裁主義行業的出財之下 自然改變 正在你發生的民主生態情形 他說全世界民主 已經連續十五黨多體 包括美國在來 也還宣佈 北京四點利息由美金 就是自由民主相關行為 和特地媒體運作 不過就在你峰會開始進行 那麼國家受邀請的四個國家 在北京蘇坦 剛才跟山寶貝退出 但是並沒有說原因 全家定位 這是拜登要找名譽 最近對抗中國的手段 北京蘇坦不想要在旁邊劃車 另外有一些國家不受邀請 正如中國跟俄羅斯 就由印助美國大賽 傳聞 說拜登政府是領先的心態 中國官方媒體的環球新聞 也應傳的考試說 美國叫亞吉就民主 美國的國會三種報令鬼 國際社會民主中益連署 跟反對派聯署無受到要請 無法度成分典型民主的計程 另外華信頓又不是報道說 拜登想要重新促走 美國民主衷議家的行程 不過在這個特別會議期間 所在這個很明顯的目標上出現 無靈與應對狂歡 讓人看破他們的卡丘 公司新聞 吳文宁 北京 非常閒